地球始终如一 只有月球这一颗天然卫星 但事实上地球从来没有停止过 给自己寻找其他伴侣 本期视频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地球身边的新卫星 所谓卫星指的是围绕一颗行星轨道 并按B颗轨道做周期性运行的天然天体 放眼整个太阳系 除了水星和金星 其他行星都有自己的天然卫星 就拿太阳系中体积最大的行星木星来说 它是人类迄今为止 发现的天然卫星最多的行星 已发现79颗卫星 当然如此众多的卫星 它们不可能多规则的 所谓规则卫星 顾敏思义 就是具有规则运动特性的卫星 它们让行星转动方向 与行星自转方向基本一致 轨道偏心率较小 或轨道面与行星赤道面 较小于90度 且距离分布符合提丢斯波德定则 而不规则卫星指的就是 天文学中以逆行轨道 环绕着行星的天然卫星 通常有着较远的距离 轻角和离析率 根据两者的不同表现 科学家们认为 不规则卫星通常是被 行星的引力捕过来的 而规则卫星则是原生的 显然月球就是规则卫星中的典范 与卫星不同的是 月球是地球唯一颗天然卫星 不过最近这一说法却受到了不小的冲击 因为我们的月亮有半了 它就是地球的第二颗卫星 也就是被人们称之为第二个月亮的2020CD3 或许有人会提出质疑 既然有了第二月亮 为什么我们在夜空中从来没有发现过它的身影呢 这是因为2020CD3的体积非常小 直径只有1.9至3.5米 质量大约4900千克 说的更形象一点 这颗卫星的体积和一辆小汽车差不多 除此之外 它还是一颗探置C型小行星 这意味着它的反照率非常低 因此我们根本无法用肉眼去发现它的存在 事实上它的发现确实颇为曲折 其实早在2016年到2017年 它就已经被地球的引力所捕获了 但由于它的体积过于迷你 因此天文学家们根本没有发现它的存在 直到2020年2月15日 这颗小天体才被卡塔利纳寻天系统的天文学家们发现 后来经过多个天文台观测证实 终于在2月25日被小行星中心正式宣布 尽管它的体积非常小 但不可否认 它确实围绕地球轨道运行 因此它的身份就是地球的卫星 但是和月球相比 它的运行轨道就复杂多了 从太空中看 它的运行轨迹像极了一颗不规则的爱心 而它的运行轨道之所以如此反常 是因为它会同时受到地球和月球的引力影响 不过也正是有了月球的干扰 所以这颗小天体不可能成为地球永久的卫星 据科学家推测 这颗小行星在2020年4月就会彻底摆脱地球眼力 从而逃离地球的希尔球半径 值得一提的是 2020 CD3并非是地球的第一颗临时卫星 早在2006年 地球就曾捕获过一颗临时卫星 它的编号为2006RH120 与2020 CD3不同的是 它在被人类发现之后 还让地球运转了长达18个月的时间 最后被甩出轨道逃离了地球的希尔球半径 所谓希尔球粗略的讲 是环绕在天体像是行星周围的体积 那时被它吸引的天体像是卫星受到它的控制 而不是被它绕行的较大天体像是恒星所控制 简而言之 每个天体都有自己的希尔球领域 在这个领域内 它的引力主宰着一切 不会受到其他更大天体引力的影响 因此行星之所以能保留住卫星 就意味着卫星的轨道必须在行星的希尔球内 而影响希尔球大小的主要因素 就是天体间的质量比 以及它们之间的距离 以太阳系为例 在八大行星中由于木星的质量最大 因此它的希尔球半径有5300公里 这也就是为什么它会拥有那么多的卫星 而海王星虽然质量很小 但是由于它离太阳的距离最远 反而充分补偿了它的质量低于木星的不足 因此它的希尔球半径反而比木星更大 达到1亿1600万公里 以此类推 水星金星之所以没有卫星 就是因为它们的质量小 同时又离太阳太近 从而导致希尔球过小导致的